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今天這個大盤 跟昨天是相反的 漲是怎麼開股開始下去 對不對 今天開股就開始滑了 完全是相反的 那其實昨天我就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我說這個大盤你不用去怕 它頂多就是震盪對不對 那在這個震盪當中 那當然 昨天會震盪也是什麼 這個軍演大家會怕到要死 中國大陸要軍演 什麼要把這個台灣給它包圍起來對不對 不用怕投資朋友 我說過其實我們常常看到 很多的一些訊息或消息 其實都不是重點 量價結構才是重點 你就看得很清楚 這個本來就是震盪盤 我們從這個應該說禮拜三 禮拜三那天大漲 300多點 然後昨天開高走低 其實今天跌 本來就有機會再拉上來 這就是很明顯的 那再來我們看這個你看 昨天是22加漲點 今天30加漲點版 然後 投資朋友你要去想 我們這個禮拜四的晚上 就是昨天晚上 每股到窮是跌了600多點 但是最主要是FED對不對 又這個針對利率政策 說有可能因為通膨的問題 還有有機會升級 那最差也就是說最好的狀況 也就是把這個降息延後 所以投資朋友這個整個 每股就開始出現一個什麼 急殺 可是有沒有影響到我們台股 沒有 你看我們這個台股 真的用的 漲停版的還是一堆 昨天是22加漲點 今天30加漲點 雖然漲點不一定一樣 可是這代表什麼 資金在輪動 我之前跟同事朋友講過了 資金輪動反而是好事 如果你一直把所有資金 都集中在某個族群 聯絡不好事 之前是不是航運股 大家全部資金都去買航運股 結果 盤也漲不是漲不太動 對不對 然後很多個股跟著跌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這樣子的輪動 反而是最健康的 那尤其今天 你可以看到這新聞 揮答 他說要去供這個超高速的網路 哇塞 這個消息出來 今天網通族群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今天網通族群就拼拼拼拼 尤其 很多的一些網通股 早就已經先漲一段 那甚至於你看 還有創歷史新高的 很多檔 我今天講一檔 大家比較 他又是什麼低軌的 又是網通題材的 像這個聖達科你看 他已經創股價 創歷史新高了 所以同事朋友 你像這種行情 我跟你講 就這個股票 都一直創新高 只是你沒去注意 對不對 那甚至於有些股票 他還沒創新高之前 你有沒有去發現他 你知道嗎 他要去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常跟投資朋友講 一支高票 如果要去 一定有前面的徵兆 會讓你先看到 他不會無憂無故這樣子漲上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吧 他一定是有前面的一個型態 然後再來 當他突破這個 我說過 轉牆的關鍵點 那就不一樣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不知道 要怎麼做 沒關係 卡電話 0277251500 甚至你手上的一些股票 你想知道 這個所謂的轉落 或轉牆關鍵點 也歡迎你 播電話進來 所以同事朋友 你看我們之前在操作 就是這樣子操作 輕輕鬆鬆 我說過 就很簡單 兩個點 一個叫做轉牆關鍵點 另外一個呢 就是轉落關鍵點 他只要去突破轉牆關鍵點 我們就給他買 但是他前面的型態還是很重要 再來 他的轉落關鍵點 會跟著他的股價而變化 會這個上下移動 所以同事朋友 當他去跌破我們就走 不然像男子店也是一樣 甚至於躍躍 跌到現在才開始又反彈 你看我當初55塊賣的 都已經回到三字頭了 差很多 好 那再來長榮 長榮我說過 我說當初我出 是因為他短線 我知道他還會震盪 我不知道他要震多久 但是我沒有看壞他 你看現在是200多塊了 對不對 我做一個股票就是這樣子 那包含像世界也是一樣 破百 我當初我說我賣掉 也不是說他轉空了 因為他要震盪 我不知道他震盪多久 好 那再來廣達也是一樣 有沒有 我說過像這些股票 其實 有些股票都是好股票 那只是因為他這種 第一個股本大 那第二個他震盪的時間會拖長 那再來呢 因為他的股價走勢 比較會震盪 震盪聽了 就是漲得不乾脆 也是漲個兩天 就回檔個三四天 這種大股 沒辦法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 我常跟投資朋友講 我挑的股票 都是怎樣 都是這支的 有什麼 你自己去看 廣達現在如果 還原他的這個席值的話 實際上他早就創新高了 好 再來系統 在這個地方投資朋友說過 他晃來晃去 我們已經把資金怎麼樣 先挪開了 包含亞雅翔 我262出跌到210幾 當初我買的時候 因為怎麼樣 他突破了一個轉強點 這也是賺得非常的多 這一張都賺多少 投資朋友 是不是將近快5萬塊 對不對 48000塊 十丁四十八萬 賺很多 所以這張股票也是一樣 當他去突破那個轉強 關鍵點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敲進去 當他確定 我就已經再三確認 他轉弱了 我才賣的 我已經撐很久對不對 你有看我節目你就知道 所以老師朋友 我不會去賣在高點 可是我會賣在一個相對的關鍵點 那才是重點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如果他真的一路往上漲的話 你才可以從頭賺到尾巴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相對 沒人會去賣最高點的 投資朋友 賣在最高點的那個才成交幾張 對不對 碰運去 所以我們就依照我們的什麼 兩個點 第一個 哪時候去突破轉強關鍵點 我們來買 哪時候去跌破轉弱的關鍵點 我們就賣出 包含像精神科技 你看我賣了之後 他有這樣往上來嗎 沒了 好不好 上尾投控也是一樣 這邊撐撐撐撐很久 我就在等 等他什麼 等他去跌破轉弱關鍵點 有沒有 我這次也跟你說 我說我為什麼一直抱著 不是我喜歡抱著他 而是因為怎麼樣 他沒有跌破轉弱關鍵點 所以我沒出 可是當他跌破的時候 我就賣了 有沒有 結果股價是不是跌到130 131附近 快到 你看 真的快跌到我的成本 可是我們已經先走了 對不對 這就是我跟你講 操作股票就很簡單 第一個 轉強的關鍵點 還有轉弱關鍵點 就是這樣而已 很簡單 問題是 你會不會去抓那個關鍵點 重點在這裡 一般人都不會抓不是嗎 所以我跟你們講過奇偶 有沒有 我想跟你說 每天在跟你追蹤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去跌破 他都在高檔震盪 你看 有沒有 是不是在高檔震盪 震盪多久了 12天了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他一直在壓縮 那像這種股票 越壓縮越久 未來的漲勢會越恐怖 也許他下個禮拜 他還是在繼續壓縮 也有可能 但是在下下禮拜 他就一定有機會再怎麼樣 會有不一樣的行情 所以投資朋友 你不要看他這一檔 好像要死磨 有沒有 很突然 好像漲也漲不上去 跌也跌不下去 這就是在磨什麼 磨散戶的耐心 這是主力 最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投資朋友 你看到這種股票 其實 你只要有耐心 等他噴出去的時候 你再去追 有更賣服 常常都是這樣子 而且他前面的這個高點的賣壓 你看經過12天 如果假設下禮拜 繼續整理好了 13 14 15 16 17 怎麼不夠 早就把那個前面的賣壓 全部都消化掉了 所以等到這個把前面的賣壓 全部都消化掉之後 然後想請問投資朋友 你覺得這檔股票會怎麼走 答案應該很簡單吧 對不對 就是往上噴了 所以不是每檔股票 你都要等它噴出去之後 你才去追 追了之後 又追不到 開盤沒多久就漲停 我就問你是要怎麼買 等到你真的買到了 你電腦在等 對不對 追在高點 然後一震盪 你就跑了 不就是這樣子嗎 一震盪 小賠 或這個賠很多 就先跑掉了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你真的要去抓到一檔標股 真的要靠耐心 而且我說過我們的成本是多少 投資朋友 57.8 沒有差 我就看他怎麼震 那我們今天收盤是收多少 64.1 你看我們這檔股票 今天漲停板的 這個瑞軒有沒有 感覺好像剛開始一開盤還往下走 這幾天也在震盪 也在震盪 震盪之後 今天開盤還往下 跟著大盤一起往下去 結果他就抽上來了 上來之後 你感覺好像漲停打開 你以為要掛了對不對 沒有啦 後面又鎖上去了 等於他又把那些之前高點 買進被套牢的 又被消化掉了 這不就跟那個齊偶一樣嗎 只是因為齊偶那個量比較大 他花的時間要比較多 那這個瑞軒一般人比較不會去碰 對不對 可是投資朋友 你不要看很多股票 那個40塊50塊的 都從十幾塊開始漲上去的 所以他有沒有機會 我不知道 可是重點 最起碼 他現在都在一個非常的強勢格局 所以投資朋友 你想不想買這種股票 當然想對不對 重點你要怎麼買 所以投資朋友來喔 今天喔 我來跟你講講講股票 你看其實很多的標股都是這樣產生的 怎麼樣產生 就是壓縮 壓縮 再壓縮 什麼叫壓縮 就是那邊來回震盪 來回震盪 來回震盪 有沒有 你看企有科技是不是這樣 沒錯啦 我想請問你那個瑞軒是不是這樣 是啊 之前的亞鄉也是那邊壓縮壓縮 200塊那邊附近一直壓縮 震來震去震來震去 震到最後才噴出去 所以投資朋友 其實每一檔標股 都有他固定的一個模式 就是他還沒成為標股之前 他會有個固定的模式出現 那你要看得懂啊 當這固定模式出現 就是你的什麼 賺錢的大機會嘛 不是嗎 所以投資朋友你來看喔 這檔股票 有沒有壓縮 有啊 來回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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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多人買啊 我可以跟你講啊 等哪一天我公佈這檔股票 你絕對很多人抱不住 就算你之前有買 為什麼 每天就開上去 又下來 開上去 又下來 開上去又下來 開地走高 隔天又下去 每天都這樣 給你搞到怎麼樣 你都沒耐心了 所以投資朋友像這種股票 他才是真正的大標股 壓縮的越久 未來他標的會越遠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想不想趕快來去找這種 可以上車的股票 我相信投資朋友啊 你現在目前為止一定 不知道該怎麼去操作 為什麼 因為盤面的輪動很快嘛 可是如果你能夠找到這種 壓縮的股票 我跟你說啦 你就不用怕了 怎麼樣 買下去以後 你就等他去 這就是真正的標股 如果想投資朋友 你想知道他是誰的話 想跟著我們一起上車 趕快撥到我們的電話 027725-1500 027725-1500 趕快來找未來的大標股 好 我們的節目呢 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下週一見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中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